部長好 想請教一下 今天公布的春節防疫指引裡面 有提到說建議廉假期間 盡量前往沒有人群 擁擠的地方 可是很多民眾在春節期間會去走 春 不曉得部長贊成嗎 另外親友聚餐也盡量控制人數 不曉得人數 大概限制是多少比較安全 謝謝 只要不要太過密集 就相對安全 現在我們在追求 也很難追求到所謂的零風險 就讓大家看到就是說有一些接觸的時間不長 那就馬上就染疫了 所以我還是要追求低風險 那多層次的防疫 那沒有打疫苗的就一定要去打 好 TVBS 部長好 小請教桃園 這個誘員跟餐廳的案子 有沒有目前的疫調是說他們的座位離的 比較近 或者是說離開座位去取飲料 取醬料 等等有接觸 那對於某些縣市有在餐廳內用 減少人數 或者是一些他們的指引 那中央有沒有 辦法給大家一個在過年期間 我們如果說內用 給大家的建議 謝謝 座位圖我都還沒看到 不過這餐廳的規模 沒有那麼大了 所以相對的可能是空間就比較小 那同時在那個時間裡面 看起來就有 幾個 三個指標的個案在那個地方 所以相對那邊的 因為空間小 那如果沒有拿到 圖 我想 可能桃園那邊會比較更清楚一點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在就是 沒有在吃東西就把口罩戴好 逗留的時間盡量能夠短 就盡量短 不過我們還是覺得生活還是要過 尤其在過年這段時間 那在過年時間 大家也是最擔心的 就是說在整體的人流 流動就相對的 多 那是會造成這些病毒的一個擴散 所以這幾天大家看到不管是雙北也好 桃園也好 高雄也好 都積極在匡列人 就把可能有帶著病毒的人盡量 能夠先把它隔離起來 然後讓這樣的一個社區流的可能性 的病毒相對的少 那在移動的時候 當然在基本的少 那擴散 就會少 那但是每一個人到訪鄉也好 拜會朋友 這也好 等等的都要把手洗好 把口罩戴好 那相距的時間也不用 不要太過於親密 太過於進階了 那我想生活還是要過 那大家一起來防疫 那還記得要去防疫 還是要把疫苗打好